台湾水果真的是很棒 太棒了 还有蔬菜也很棒 蔬菜很好吃 台湾的农业非常棒 非常棒 我在拍一个有关台湾的农产品 已经在找机会了 一拍过来就说 台湾有些什么的农业产品 有些什么特别的东西 我呼吁香港的年轻人 有香港做生意的 来这边采购 然后跑到香港去买 开一个是台湾农产品专门店 连锁 然后连锁都可以 慢慢从一家做起 然后连锁连锁这样开 台湾农业是这样子 很多时候盛产的时候 价钱就低下来 所以你觉得说 哎呀丰盛 老百姓农民未必高 不见得是好事 收成好不见得是好事 收成好没价钱 所以价钱低 我们在香港看那个视频 有时候看到你们的高丽菜 一丰盛啊没人要 一个十块肯定 一个十块肯定 它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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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地就 全都做成肥料 连采收的工钱都不够了 根本就不要采了 但是 如果来了一个台湾呢 那一个高人就两三百块 你买不到 一个高人就两三百块 你买不到 是 便宜的时候 菜建商农 菜建商农 那建的时候 一个十块钱人家不要 还嫌你贵 你又没有买五个送一个啊 那六个是五十块啊 他要问你说 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 有些老百姓现在 我们的心态 像我们的心态 就是说 我不跟农民 谈价 我不跟农民讨价还价 尤其农民 辛苦啊 是 说实话真的是靠天吃饭 天气好 丰收了 价格低 是 然后呢 价格高的时候呢 我没得收成啊 不过台湾的农作物的价钱 比中国大陆好很多 好很多 好很多 当然相对香港的价钱 就还是差一截 差一截 如果呢 相对你的 在这边的生活指数来说 他们的价钱已经算是 我觉得 其实 也能够过到一个 稍微过得去的日子 不会啦 如果说真正实际上 经营农业的年轻人 都收入还不错 如果说真的种那个断木香菇的话呢 我现在想跟你讲 我现在想跟你讲 人种的好的话呢 基本上是发大财 我就跟你说 我现在想跟你讲这件事情 我有一次去湖北 我一次去武汉 什么时候 哪个年呢 才前年 前年大前年 远续了两年 武汉的国台办跟我说 那个不代表 你们南庄的香菇非常有名 可不可以弄了两个货柜过来 价钱不是问的 什么东西 两个货柜 两个货柜是什么东西 东东香菇 可不可以弄了两个 发梦 你不可以弄了两个香菇 一个货柜也可以 价钱不是问的 我跟他说 一斤都 一千斤都拿 我要说一千斤 我跟他说 我们内销的不够 是啊 哪里能到你吃 我们内销都不够 我告诉他 哪里能到你吃 我们香菇的产量不高 因为你八斤香菇 才空成一斤的香菇 干的 对 八斤才变成一斤干的 但是 但是 但是他们都是 不是干的来卖的 很多都是新鲜的 新鲜的卖的 现在新鲜的卖 大家也抢手 但是 为什么他会卖新鲜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今天的收获量不够 对啊 也轰他的 时间都 轰他的经费 或者换算成这个 时间跟工钱 跑不来 所以他卖新鲜的 而且他新鲜的 拿来直接做成熟食 也好吃 很好吃 其实非常好吃 但是干的消息是更好 香味点 香味点 对 然后 为什么我们说工业不够 台湾的农业 端木香菇很多 不是 香菇很多啊 干的香菇很多啊 大陆也很多啊 但它没有那种香味 南中的是 端木的香菇 又很特别 奇怪就很特别 而且用木炭去烤的 那味道更好 不是用瓦斯去烤的 就用木炭去烤的 有两种 有那种电热的 去烤的 有的传统的 木炭去烤它 哦 那个香菇的香味 因为它那种木炭 像南木啊 什么味道 有香味的木 它不是一般的木 所以它那个香菇 去烤的 去烘的香菇 特别香 那原则上 来讲 我们现在 我们店家去跟他们 专门直接种植的人买 等于说半批发价钱 还要一斤 还要一千五百百台币 以上 看漂亮等级 是干的 对 看等级哦 看等级哦 如果大多一点 漂亮一点 厚的那两千以上 我知道 我访问了一个 对啊 种段步香菇的年轻人 我访问了 我好像也刚才有把那个 发给你 就是 我知道它那个 还有最大的可能 两千二都可以 都有 两千五都有 还有看有时候 价钱还可以 卖得更高 这样 那么小一点的话 就一千八左右 我看到 因为原则 在蔡安 访问了一个年轻人 把那个 蓝色食品 收到那个 是叫冰的 那个 因为香菇 在台湾的食材上面 用的很多 非常需要 尤其 包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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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油 饭 这些之类的 用量非常大 真的 你说香菇 你看那些 你叫香 香菇鸡 你现在跟我们这些 段路香菇 你不用什么 你就把段路香菇鸡丢下去 煮了一下子 然后把鸡肉放下去 就很好吃了 香菇鸡的味道 那个就出来了 那简单的食材 很简单的料理 一般主妇我们都是做 你去市场买个鸡 穿烫一下 最好是穿烫一下 我是希望他们可以穿烫一下 用荒木香菇来泵鸡 肯定很好吃 好吃 好吃 我们给泡香菇 本来一些 干的香菇 就是烘干的香菇 一般人要做食材 我们都会先把它泡水 泡冷水 让它涨起来 让它涨起来 但是那水你不要倒掉 水可以来做汤 可以做汤 可以做汤 很好的 他也是大厨的 对啊 我看到 玉上天厨 天厨 他是很厉害的厨师 你是做什么菜呢 主要是 就是做一般的自己研发菜 我们自己研发菜比较多 自己做的菜 广设菜 因为客菜菜 没有广设菜 因为客家菜里面 油 油 咸 香 这是客家菜嘛 但是最重要的是盐 就是咸 就是油 没错 客家菜就偏咸 偏油 油 油的话 很重要 但是稍微偏咸 一定有 稍微偏咸 传统的客家菜 是油咸香 对 对 我一直跟 我上次在跟 大陆的一些 朋友 说算是朋友 所以说 你要我们过来给你的 我们南庄可以过来给你的 就是有烟之类的东西 烟之类的 因为那可以保存的 才有办法 是 比如说我看到你们这边 他这个 呃 这个 叫什么 族啊 那个 赛夏族啊 他们也会有那个 叫 梅菜 梅菜缸 我告诉你 他们肯定是在你们客家那里学的 十几个族里面 好 现在台湾省所有的十几个族群里面 就是说原住民族群里面 啊 汉话最深的 就赛夏族 就赛夏族 哦 他讲客家话讲的你听不懂 你觉得他们 听不懂 他是 他是原住民族 他们也会会说客家话的哦 我跟你讲 你听不出来他是客家 呃 原住民 哦 跟客家讲的一模一样 不要说 泰雅族一定有个香料 嗯 赛夏族完全没有香料 再来 我发觉赛夏族的人特别聪明 赛夏族的人特别聪明 我再跟你讲 看赛夏族的一个特色 嗯 赛夏族不敬基督的 不什么 不拜基督 不拜什么不上教堂的 嗯 赛夏族拜高马的 嗯 哦 那个土地啊 老祖宗 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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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那个 对祖宗 对祖宗 非常的那个 敬重 他被汉化的非常的 对对对 他没有信什么阿门的 一般的原住民是信天主 基督教 基督教 他没有 他绝对是独信道教 是 不是佛教 是道教 道教有吃肉啊 嗯 佛教是没有吃啊 嗯 嗯 他们绝对信的是道教 这样的啊 我们也是信道教啊 嗯 因为我们如果佛教的话 我们就不能吃荤的啊 嗯 哦 道教跟佛教的差别 是道教可以吃荤的 佛教是不能吃荤的 是 嗯 他们很喜欢吃肉 嗯 一般来讲什么 赛夏族很喜欢吃肉 对 一般来讲什么 我们独信佛教 我们不是独信佛教 认识了 然后也讲就是 哇 中午 喝酒 烧烤吃肉 晚上 烧烤吃肉喝酒 连续两场 跟他们一起 我还碰到他有一个人 会 会那个 就是 叫那个 所谓的神仙上僧啊 上僧在那里跳舞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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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遇到塞家族的 就 你们这里啊 那个 风海那边 那个 八卦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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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嘎 嘎嘎嘎 嘎嘎嘎嘎嘎 对啊 他们跟我说 崇拜尊敬 他们那个烧香 但是他们进神比进祖先还要 他有分这个尊碑 他们的尊碑跟我们传统 我不断的跟他们说 我说哎呀你们怎么那么跟我们的 他不进祖先 他进什么呢 祖灵 祖灵 他们只有进祖灵没有先祖先 祖先是在家里面去拜拜自己的 以前的祖先 对啊 他在地方上他是说 比如说广场上面都是祭拜祖灵 然后呢 他们我说 你们怎么跟我们的意识 跟我们的思想那么 差这么多 对那么相像 有些东西他们相像 你是说他们的生活习俗 祖先啊这些啊 敬老啊 对老一辈的非常的敬重啊什么的 然后我说那个 他说我们是这样 我们点香的话呢 给神的会长一点的 嗯 给祖先会短一点的 嗯 就是他们的那个尊碑啊 老幼尊碑那个 非常的明显 就是跟你说啦 对啊 这么多族群 通通都是阿门的 天主基督 对对 我接触到 就只有赛下族 汉化的非常远 都是汉化 汉化 就是客家话 他们跟客家人通关的那些小孩啊 他们跟客家人通关的那些小孩啊 其实我跟你说 不多年 嗯 真的还是不多 嗯 他们还是会跟 他还是他们的原因 那主要是他们是 杂居在一起 跟客家人 就是群聚在一起的啊 杂居在一起 但是其实八卦里客家人不多 嗯 对 不多 不多哦 是是 八卦里客家人不多 不多 但我发觉 赛下族人很聪明 嗯 赛下族人那个 这个 给我的印象呢 嗯 就是 不一般的聪明 嗯 感觉他们可能他们有 有混血的可能性 就是令到他们会变得这么聪明 嗯 他们有可能跟欧洲人啊 以前荷兰啊 什么 那个 东南亚 东南亚的一些人啊 这样 杂混了之后 他们这个 混血基因啊 导致到他们特别的聪明 然后其中有一位跟我说 他说 啊你别小看我们那个 那个赛下族 我们很多 呃很棒的人物啊 什么什么 啊 科技的啊 什么什么 嗯 有啊 你像以前看的英雄是阿拐啊 很有名的是阿拐 是阿拐 是阿拐 拐上的拐 是阿拐 你可以再 翻译到台湾的历史 是阿拐这种就有 是 赛下族人 赛下族 然后是马 在哪里呢 在 在 就你们 就男装啊 就男装 男装的康克英雄啊 日据时代 日据时代 以前台湾还是日本人在占领的时代 我们那时候太阳旗 什么彩虹旗 那个叫什么 在 赛德克巴兰 赛德克巴兰 那个 电影不叫赛德克巴兰 不知道你们看过 赛德克巴兰 他是赛德克族 他是在那个 物社 是在 藏在那个 南投的一个物社 赛德克巴兰 他是一个 组长 球长 但是他也是抗日 他也是抗日 但是我们的赤阿拐也是抗日 但是 你也承认他是我们的赤阿拐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跟赛阿拐几乎都是好朋友 都好朋友 几乎没有隔阂 我们也不会把他当原住民 你知道有一个在大湖乡那里叫罗富星吗 有啊 罗富星也是抗日英雄 对啊 他那个 他原来是 他原来是 他爸是广东人 罗富星是叫做民主英雄 以前在老蒋时代的时候 他叫做民主英雄 他是很有名的 罗富星 抗日英雄 民主英雄 但是阿拐是 我们自己知道的 我们自己知道的抗日英雄 哦 罗富星是一些 我们念书在教科书上看 也有说到他 都会 都要念的 教科书上面有罗富星 对 因为他 他那个 他老爸是广东人 但是呢 很早就去 他们应该是 瑞典吧 一早就 很早就在瑞典 他跟瑞典女人结婚 生了他 样子有点像老外多一点 不像我们华人 比较像老外 我去到他那边 大湖乡那里了 就是去他那个纪念馆 其实你很可惜啊 刚才没有访问到客家诗人 很有名 我知道啊 薛义凡有名 薛义凡啊 我会找他聊天 你放心 我跟他聊得多好 刚才跟他聊得很好 就是我是昨天晚上 我也知道他了 昨天晚上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今天 就好在有你 有我兄弟 把我拉过来 然后就碰到他了 因为他 傍晚今天找我了 说我喝酒 我今天就是不偏偏不跟他喝 为什么啊 他太可惜了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他如果在 不过他 他那个 他可能有内才 不是 内才也比较好 他喝完以后 待会你又要听他唱歌了 哦 他客家歌曲啊 嗯 唱得很好 还不错 他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他自己的舌 他写書法也写得很好 我都说嘛 他内才应该 比他的外才应该好 他应该是一个有内才的人 那么 奇葩 奇葩 也爱喝一点酒 他每次喝都要喝到醉 喝到醉 不醉放休 不醉不归 他喝醉太简单看了 我告诉你 他醉了没有 你就一下就知道 为什么 他拿杯子这里面 反正就只有洋酒 倒掉了 不是 他管多少 一口 一口 如果赛搭杯 他分两口 不过像我们说 慢慢的 他开始吃东西 吃到整个嘴巴油了 不用手 他觉得不用筷子了 他就忘了他是谁 他咋子油 所以啊 整嘴油 所以啊 他一直很有趣的一个人 因为到那个时候 他就无顾行响了 无顾行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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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加了他 赖了 我都加了他赖了 那个 呃 他这个 一个人 一个私人啊 一个私人 他有他可爱的地方 就是 他不会 不会太作作 他不会太作作 他很真性情 很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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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他可爱的地方 对 对 打电话给我来 对 对 你现在打电话给我来 叫他过来喝酒 对 刚才不让你喝 现在让你喝 对 现在我 你要请他来喝 对啦 对 没那么早睡觉吧 没那么早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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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开始上班了吗 开始了吗 开始了 开始上班 没法啦 九点多了 大概也要休息 晚一点 要上课 对 我们这里还是原则上 还是 已经有缘了 已经有缘了 嗯 什么叫有缘 就是 本来开学时间已经 缘后了 两个礼拜了 所以缘后了 所以我知道 缘后了 快 你现在在找什么呢 没有我在看看 我们的厢长 刚刚的候选人在 把他拨出来 把他拨出来了 把他讯息 好来我想找 秋雨凡过来喝两杯的 因为他当晚找我就不理他 因为喝完酒以后 真的是 不好意思让你看到 不好意思让我看到 我就跟你讲 新老是没有油 没有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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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他筷子也不去 应该会筷子去 他都用手去 就比较不出众形象了 就是这样 也不是说他会 他不搅牢 不坐坐 也不会说 不搅坐坐 他也不会吵到 或者什么 他也不会很开心 他也不会说 酒品不好 也不会不好 酒品也不会不好 就是在这个 有修养的人 就不会酒品不好 就是在卫生方面 会有点问题 就是 没关系 你不介意 我早上会介意 你自己都不介意 不是我跟你讲 你自己不介意 我都不会介意 到了他开始这样喝的时候 我们也不介意 为什么 就是啊 因为我们也不会去夹 就是啊 我们也不会去夹他 也不会抓他 也没用了 都他的了 留他 而且 我要跟他讲 对啊 对啊 你抓过谁吃啊 这个东西 放上网上 会影响大家 心想 哈哈哈 性情中 不会 性情中 对 对 人不搅容不坐坐 很好的人 对 但是他喝到差不多 他也不会去 跟人家什么 翻桌 大声讲话 拍桌 拍影 什么都不会 其实他是有修养 但是他在吃方面 他就比较不拘于形象 喝酒 喝酒在拿捏的控制 不是 我还在想像 我在想像 他平时的生活也是 不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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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拘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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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完全不拘小杰 他真的不拘小杰 是不是啊 他其实他叫不修边斧 是不是 不修边斧 我们讲 你看他 他胡子以前是这样子的 他以前是这样子的 对啊 刚才我一看 咦 他很多胡子 也不去踢啊 我告诉你 大家还好 已经踢过他以前 胡子留着是这样子的 好啊 中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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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资格做中奎 中奎是只有我才能做的 为什么我才能做 中奎是没有头奎 那就赞飞咯 赞飞咯 中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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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看 说到他什么 你这里的大师人啊 客家师人啊 我一看 全国有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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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 这个形象 在这个客业推广这方面 是客业的推广 客家诗诗的创作 还有客家书籍 他出了很多书 主要是写法哪一方面呢 就是客家诗词 用客家 客语去 用国语去 去 还是注音去 注音 发音 那你知道说这个音是什么 是发的 客家不知道怎么样 使用国语来注音 他很有名的一本书叫 《由童发下的思念》 什么 《由童发下的思念》 客家叫《由童发下的思念》 他就把这由童发下的思念 这由童把它使用 做成一首思 《由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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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客家 《由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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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在四五月 现在开花 那是白桑 白桑 本山都是白桑 《由童发》 有种道童末 《由童发》 《由童发》 以前做了油童 是用来做什么 纸张啊 或者说其他的童油 炸油 炸油 炸油来干嘛 来车 油筒不是真的不是的 油筒是比如说在工业上面 对工业上面 你看那个我们以前擦那个铜 铜 油筒 我们当店的时候不是要让它擦那个 铜不是会用那个铜锈吗 铜器啊 铜锈 用那个铜锈 用那个铜锈 它可以把铜锈擦得很干净 可以挡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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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筒是 铜物油是这个作用 作用比较多 艶蟆 它的油筒就是客家以前就是像羊毛一样 客家以前就做羊毛做糠绥 客家以前的荣绥就是 蚱蚣 乡毛 蚱蚣也是做油 蚱蚣也是做油 油筒也是做油 都是植物去做油 是 蚱蚣油你听过吗 没听过但是蚱蚣知道 但是没听过蚱蚣油 рай 张牧去蒸手 以后把它做出来用 有什么用的 张牧油 以前防纹 以前很多用处 提神醒脑 有那个药用的 那叫香茅也是 以前香茅油 以前客家人 香茅油是用来吃的 香茅是一种植物 很像 所以芭草吃的 用来吃 然后脚要去做出油 也是一样这种类型 用来吃的吗 也是用来闻的 医生醒脑 以前客家里就叫香脑 就是说去做香脑 去把香脑采收 香脑是用来吃的 香脑可以做 很多越南菜 对对对 客家菜里面没有用香脑 没有没有没有 南菜泰国菜会用 米南菜也会用 老外也会西藏也会用 香脑以前老人家是用来驱鞋的吧 驱鞋 驱鞋也有 驱鞋 就是把香脑 驱鞋熬起来泡水 然后烧浮水 结果的时候 结果的时候新娘子也要带一点 驱鞋必胸 类似这样子 结果的时候新娘子也要带甘蔗 在这儿是首节嘛 在想法后是驱鞋 这样子 鞋鞋是什么 首节啊 首节 金节 真节啊 真节 干这一节一节 跟竹子的道理是一样的 预表你真节 对对对对 我们以前的新娘车 新娘车 新娘车子 就那部很豪华的新娘车 新娘坐在里面 上面是要把干这 你把干这去 现在没有了 还有还有还有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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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呢 比较家庭观念还会是比较传统的 就会中国也会这样做 还有假装 有有有 我跟你说 尔 Sydney都没了 我说的夸张了一点 对不夸张 我说的夸张了一点 客家人还是比较保守 比较保守 你要说十二三岁不太高 可能就不高了 有一些小五小六的 而且我要告诉你 客家人 为什么比较客不耐 因为他都住在商区 不住在都市 而且他也少吃很多的麦当劳 他有什么 麦当劳吃了以后他的生长基础反复多 所以胸部很多就发育了 是不是 小孩子很早就成熟 早成熟 客家人你要叫他去吃个麦当劳 大老远要赶出去头粪吃 要是路远吃个麦当劳 但是讲男装 头粪也是客家人 头粪也是客家人 头粪现在很多都是米南人 很多都米南人 很多都米南人了 因为他那里有科学去移动 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多 他的人口为什么可以成长这么快 因为科学人群 因为很多外地的 科技行贵 通通都放在那里 我听说我 从头粪过来的时候 前天晚上 我就在路边吃东西 也访问了一个老板 我说 那这里头粪有什么产业支撑啊 或者说 他说我们这里的楼价也是在往上升啊 什么什么 因为呢 在新竹啊 在那个还有一个地方叫 哪里 竹南 有科技园 科技园区 那个 就是做那个芯片的那个台积电 在这里画 很多年轻人都会在那里上班 然后来这里买房 因为在那边买不起 那这里买的话呢 只有3,2,1的价钱 所以的话呢 他说 如果你身家不是很厚 那只有个三几百万块钱的话呢 香港人啊 他意思啊 香港人的话呢 如果只有个三几百万台币的话呢 那你们就来这里 这一块不错 我就在那里跟他聊了一会 这样说了 这样说 我们这样说 我们这样说的 全苗栗十八乡镇市 十八个乡镇市 最大的投奔市 十几万人口 有十几万人口 只有一个 只有一家 只有一家卖当 然后现在是有第二家 是在上顺广场里面有第二家 就大部分发那边有第二家 不然就没有 我去吧 那里有一家卖当 其他没有 本来就只有一家卖当 你想想看 上班没有 南庄没有 因为毕竟客家人比较勤奸 你要叫他去 才那么点东西 就吃那个 对 吃那个 干嘛吃那个 我们稀饭煮一煮 我们炒麦 就是咸酥 弄一弄 或者我们豆腐乳配一配 就好啦 豆腐乳有没吃过 有 吃过豆腐 有 我在 我在豆腐街 泰安的豆腐街 那豆腐 超好吃的 我们家的豆腐 不是豆腐街 豆腐街 豆腐街的豆腐 那是臭豆腐 跟豆腐乳是不一样 不是臭豆腐 不是臭豆腐 但是那个有煎的也有 那不是臭豆腐 那不是臭豆腐 不是臭豆腐 不是臭豆腐 豆腐乳你可能没吃过 豆腐乳他有啦 我们用来送粥的 呃 配配粥 送粥的豆腐乳 哦 豆腐乳对 配配粥的 一点点都想吃你的那个 哎呀 你别以为 我 我从 豆腐乳从小就吃的 你们也 你们也吃 吃啊 香港人也吃 香港人也吃 对啊 广东人都吃的 是哦 富乳 我们叫富乳 然后那个 那台湾的豆腐乳跟香港人有不一样吗 嗯 不知道 我还没有在台湾吃过豆腐 豆腐乳 哦 台湾的你没吃过就对了 哦 这个富乳一定要送粥 一定鲜啦 一定鲜啦 送粥 送饭也可以 那送饭的话呢 那个饭最好是软一点的 比较干干的 你就稍微有点水的那种 来送这个富乳最好 但是最好是粥 和粥 和粥的粥 哇 这个 吃下去这个嘴巴很爽 特别你有一点点辣 有一点点辣 对 更好吃 台湾的豆腐乳品相很多不一样 各种口味都有 可以尝尝尝尝 你就是富乳咯 你这个就是豆腐乳 可以尝尝尝 对 这个送粥最好 真的是送粥最好 快点去包点粥来喝 喝酒的话呢 最好是最后喝点粥下去 你的胃就会舒服一点 我们比较可能 每个地方的习惯不一样 那你可以听我说 上次一下 嗯 特别是你酒喝粥了 粥啊 粥啊 白粥啊 西饭啊 还有人说送粥 不是不是送粥 不是送中国粥 送粥 其实客家人吃粥的习惯很少 很少 很少 因为早期的客家人就是乌龙 对 都是乌龙 因为你吃粥 吃粥一下就肚子饿了 所以说都吃饭 所以说吃粥的习惯比较少 是是是 以前早期的是这样 对 我们还是略生一点 一人一块 我还在想你包点粥来喝 就光吃这个 会不会很咸 现在都改良了 我们广东的那个 这个腹乳很咸的 而且有一些会有点辣 有些没有辣 你先吃客家人 好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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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下酒 你们很特别 用这个来下酒 觉得怎么样 好香 好香 会很咸吗 不是很咸 能接受 就说像这样的话 不需要吃什么喝什么都可以 你还放了黄豆 对啊 有黄豆的味道 这个香 哇 这种味道没有吃过 豆腐这种腹乳 这种腹乳没有吃过 他们香港也吃了 很绵版 整个中国大陆很多地方都有腹乳 你不觉得很绵 弹下去就化了 也不会非常非常的咸 对 而且很香 而且它黄豆味很重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一颗颗的黄豆放在里面 那就这瓶子送你了 可以啊 好啊 谢谢 大家好了 谢谢哥哥 朋友 这瓶子送你啊 我今天又有东西吃 这真的是本地人做的 本地人自己做的 最好 所有的东西 这真的是客家人自己做的 不参防腐际的 我去到马里 我一定要吃本地的东西 特别是本地种出来的东西 我一吃 我就知道这里的山水好不好 这里的水好不好 这里的土地好不好 环境好不好 环境好不好 然后 我今天是 我今天是可以控煮给你吃 你的 什么 我都叫你煮粥就好了 水加上去洗一下 放下去包就好了 我们本地的小鱼 西里的小鱼 因为我们吸水非常干净 你看过我们吸水吗 你知道我今天我在山里边 我在那里自己做东西吃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这个山间 那个石间里边 那个水不是很深 不是很大 居然给我看 因为我认了一条鸡骨 你怎么可以乱丢呢 不是我引鱼 就一条小小 不行不行 不是也不行 那不会吃不掉 不是就一条 不是就一条 那会腐烂 就一条 不不不不 下次也一条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你可以丢土丝 你可以丢土丝 土丝 不要丢鸡骨 我只是想看鱼蛋他们吃 我也没有想到 就一条不动 然后呢 哇 你看到一只螃蟹 跟手掌那么大 哇 这居然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水坑 三间水坑 不大 就一个 两张饭桌 我们这个饭桌这么大 居然有这么大的一只螃蟹 哇 非常惊奇 这个我一定要纠正 这个香港的部落客 你做得非常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的诗意里面 哈哈哈哈 他也会被大自然吸收 不不不 最起码他还是到最后 那个骨头去鱼是啃不下去的 哈哈哈哈 啃不下去 啃不下去他不会吃啊 鸡头 鸡骨头 那鱼是啃不下去 他只要吃旁边的碎肉 对啊 旁边碎肉 那骨头到碎肉还是留下 嗯 然后他会腐烂 他会影响我们的水源 影响我们的水源 骨头 骨头 因为他里面还是有骨髓 嗯 但是没有你骨头 你最多就是那个钙质啊 噢 噢 里面的骨髓要吃不到 没有骨髓 谁告诉你 鸡骨头没有骨髓 鸡骨头里面一定有骨髓 哈哈哈 哈哈哈 行行行 我不会了 下次我 哈哈哈 保证保证 你要记得 下次要喂鱼 所以尽量是不要喂鱼 你想要看看吸引鱼的话 你就这样看它就好了 嗯 或者是丢一些鱼 那不出来啊 不会 我告诉你 你不会拿东西让它吃到不出来 其实你丢一些小石子 嗯 小什么 小石子 嗯 石头 你一丢 它反而靠近过来 它以为有东西吃 以为是有什么野生的 苍蝇啊 昆虫掉下来 对对对 以为有东西吃 对对对 这个我知道的 真的不会回来 对对对对 好吧 行 嗯 改正 哈哈哈 我很开心看到 哇有这么大的弹线 嗯 在那么一点地方 不知道它怎么会长到那么大 然后 为什么在那里有这么大的弹线 因为我们在保育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南庄乡是属于水资源保护区 哦 我们这里是供应 头粪 竹南 新竹 嗯 地方的人的饮用水 哦 我们这里不能有工程 对对对对 在上游 比较上游的 不是 比较上游的 地 河段 这里是所谓上游 对对对 这就是上游 我们这还不算 还有更上游 连钓鱼都不行的 钓鱼都不行 钓鱼都不行 就是富鱼的 我们有保育 非常好非常好 然后 有水塘吗 在这个 你们这一块 不是水塘 叫做 进水口 我们叫做 水库 水库 对啊水库啊 我们的进水口就是甜美 嗯